这群宇航员来到火星 正对一座山丘勘测 不料此时突生异变 山丘开始颤动 地面的无数砂石飞起 在空中汇集成巨大的沙尘暴 它在空中盘旋 宛如一条巨蟒 宇航员此时想要逃跑 可惜为时已晚 巨大的吸力让他们无法逃脱 其中一人更是被卷入其中 瞬间粉身碎骨 四人科考队伍很快只剩下队长罗德一人 他带着一身的伤痕 将信息传递给指挥中心 然而信息断断续续并不完整 这让指挥长焦虑万分 在如此巨大的天灾下 恐怕无人可以逃生 队长吉姆也是十分担心 事实上 他才是火星探索计划的提出者 吉姆跟妻子为此准备了整整12年 可仍有但惜祸福 妻子得了重病命不久矣 吉姆为了照顾妻子 不得不退出这个计划 于是上次任命吉姆的好友罗德 担任火星一号的队长 在临行前的晚上 吉姆特意来祝贺罗德 登上火星是他们共同的梦想 但妻子对于吉姆来说更重要 很快过去一年的时间 罗德成功带领火星一号登陆火星 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勘测活动 然而这天他们发现异常 火星上一座山丘有些异常 它的表面光滑无比 好像是座冰山 罗德立刻将消息传回指挥中心 这一发现让人振奋不已 如果真的发现了冰山 那么全面殖民火星将成为现实 于是罗德带领队员进行勘测 奇怪的是山丘内部一直在发射信号 罗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于是让队员用雷达探测 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整座山丘的内部都是由金属制成 罗德不敢相信 让队员继续抵近观察 不料山丘内部突然发射电磁脉冲 导致基地的电脑瘫痪 最终造成了悲剧 等沙丘散去 那座山丘竟然成了一张巨大人脸 指挥中心接到罗德最后的讯息 吉姆率先坐不住 他提出提前发射火星二号 前往救援罗德 但指挥长不敢冒这个风险 就算罗德目前还活着 可从空间站到达火星 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罗德根本不可能撑到那个时候 但吉姆距离力争 最终让指挥长同意救援任务 由队长伍迪带领 私人组成的营救队伍出发 经过为期六个月的航行 他们终于到达火星轨道附近 经过探测器的调查 发现一股巨大的沙尘暴 正席卷火星 再过五天的时间 就会侵袭到火星一号基地 并且在将来的一年时间内 火星都将被烟尘覆盖 他们继续观察 发现火星一号基地一切正常 逃生舱和温室正常运作 却没有人类的活动迹象 不过幸运的是 他们发现基地附近出现三座坟墓 这证明罗德很有可能还活着 四人欣喜若狂 可当他们观测事发地点时 却只观测到一股巨大的能量 看来要想得到答案 必须落地后近距离观察 他们立刻联系指挥中心 请求降落救援 得到指挥长肯定的答复 四人开心坏了 到晚上休息前 吉姆看着妻子生前的录像 内心泛起一阵感慨 好友伍迪也在此时赶来劝慰 时间来到次日 就在他们准备登陆火星时 队员小飞的手掌被突然打穿 与此同时 飞船发生剧烈的震动 武迪很快意识到 一定是飞船遭遇了微流星体 船体遭到了破坏 果不其然 舱内的气压迅速降低 如果不及时修补 他们都会因缺氧而死 武迪顺着血液的流动 顺利修补了漏洞 然而气压的降低却没有停止 一定是有更大的漏洞 恐怕就在生活舱内 吉姆来不及戴上头盔 立刻赶去切断生活舱 武迪则穿戴好装备 来到舱外行走 寻找外部的漏洞 可飞船实在太大 要找到一个小漏洞 无异于大海捞针 此时 舱内的气压已经不足三成 吉姆开始出现缺氧症状 他将一袋可乐扔给玛丽 利用水流方向找出漏洞 舱外的武迪也终于找到漏洞 在吉姆即将休克的前一秒 成功将其修补 就在他要继续调查 其他漏洞时 飞船已经来到静火星轨道 武迪只能返回舱内 可他们都没注意到 燃料管道上也出现了缺口 私人此时毫无察觉 迅速调整好飞船的位置 准备一口气冲入火星大气层 他们的燃料开始运输 却通过漏洞流出舱外 瞬间结成冰晶 随着小飞按下点火按钮 尾舱的发动机瞬间发生爆炸 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对 然而此时的引擎已经被炸毁 飞船失去了动力 更要命的是 飞船开始受到火星引力的捕捉 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 不久后飞船就会坠毁 锦姆当机立断 立刻抛弃飞船逃生 好在火星轨道附近 还有一个补给舱 此时他们距离补给舱仅有一公里 可就是这么一段距离 成了不可逾越的天谦 队长武迪身先士卒 决定利用缆绳锁住补给舱 他打开宇航服的发动机 禁止冲向补给舱 然而受到惯性的影响 他虽然顺利锁住补给舱 自己却因速度过快而坠向火星 其余三人先是来到补给舱上 武迪的妻子玛丽不顾劝阻 直接飞向武迪 然而武迪却劝告妻子 一定要留够一半的燃料返回 可是这个距离实在太远 玛丽临机一动 瞬间发射缆绳 无奈造化弄人 武迪距离缆绳绳仅一步之遥 却无法将其抓住 玛丽正要不顾性命继续向前 却被武迪阻止 这样下去 两个人都会没命 武迪下定决心 他要拯救妻子 于是在大家的注视下 武迪毅然决然地打开面罩 他的身体瞬间被冻成冰块 就这样丧命于火星上空 看着爱人的身体消失 玛丽悲痛欲绝 最终含泪返回了补给舱 救援行动还未开始 他们就已经丧失了一名队员 大家只能强忍悲痛 继续进行救援活动 与此同时 指挥中心也发现了信息 火星二号在火星轨道附近坠毁 指挥长正沮丧之时 部下发现补给舱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 竟然降落到了火星地表 指挥长立刻开心起来 一定是吉姆的主意 利用补给舱当作降落舱 看来他们还没事 此时的火星表面 三人成功降落 他们拖着救援物资 走向火星一号基地 小飞来到返回舱内 果然发现电脑已经被烧毁 于是开始着手更换 而玛丽负责修复供养系统 至于吉姆则前往生活舱 她发现这里的环境虽然破败 却充满了绿色植物 很明显有生活的痕迹 而且经过观测 这里的氧气含量很正常 完全够人类的生活 就在吉姆打算继续观察时 突然一道身影对她发起袭击 吉姆好不容易将她推倒 发现这人正是好友罗德 罗德仿佛丧失了理智 差点要了吉姆的命 幸好吉姆不停跟她说起往事 这才让她恢复正常 看到来拯救自己的三人 罗德不禁泪流满面 自从那场危机发生后 她独自在火星生活了一年 以至于精神出现了问题 但她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活下来 已经是个奇迹了 罗德穿上宇航服 带着他们击败了逝去的队员 等他们来到返回舱内 罗德才说出当时发生的情况 以及一个更让人惊讶的发现 那座山丘成了一个金属人脸 看起来更像是一座遗迹 这场面一出 瞬间震惊了几人 很明显 这是天然无法形成的 火星上竟然真的存在生命 玛丽直呼这是不可能的 但事实就摆在面前 由不得他们不信 罗德随后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发现 从遗迹内发射出的信号 并不是杂乱无章 根据罗德这一年的研究 他成功发现了其中的规律 用三维坐标将其排列组合 得到的竟然是一组DNA 也就是说 眼前的这座遗迹 一定是外星人所留下的 而这个DNA模型缺少了最后两组 他们决定返航后 将这个奇妙的发现告知指挥中心 就在他们修理好返回舱的系统 准备撤离时 吉姆突然想到了什么 那个遗迹发射的信号 其实是一个密码 当初罗德发射探测信号时 被遗迹误认为回答错误 才触发了遗迹的防御机制 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只要他们补足了最后两组DNA 并以同样的方式转化为电磁波 说不定就能解开其中的秘密 然而玛丽不赞同这个想法 万一吉姆的想法错误 再次导致悲剧发生怎么办 而罗德已经想出了好办法 利用火星探测车发射信号 他们远程观测即可 随着探测车发射信号 遗迹竟然真的发生改变 一道白光冲天而起 看来那就是遗迹的入口 为了一探究竟 吉姆让小飞留守返回舱 他们三人则进入其中查探 由于沙尘暴即将来袭 万一三人回不来 小飞就必须在八点准时升空 他们缓步走入其中 遗迹内是一片白色的空间 大门随之关闭 而他们跟小飞的通讯也被切断 就在他们不知所措时 吉姆突然发现 这里的气压和氧气含量 居然跟地球一模一样 于是三人拿下面罩 果不其然可以正常呼吸 与此同时 他们的面前突然打开一道暗门 仿佛是在邀请他们进入 于是怀着忐忑的心情 三人进入其中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大吃一惊 这里居然是整个太阳系的全息投影 而火星则如同地球一般 是个生机盎然的星球 然而一枚小行星的撞击 让烟尘席卷整个火星 此时一道身影从吉姆背后走出 他看向毁灭的火星 不禁流下了眼泪 很明显 他就是很久之前的火星人 而此时的影像发生变化 无数道飞船从火星飞出 驶向遥远的星河 然而却有一艘飞船流了下来 它将遗传因子洒向地球 于是第一个生命出现了 从海洋到陆地 无数的生命演化 最后诞生了智人 原来这才是人类真正的起源 可以说人类就是火星人的后裔 在火星人的指引下 四人手拉着手 地面出现了一个圆形区域 此时吉姆才明白 这个所谓的遗迹 其实是一艘宇宙飞船 火星人对人类发出邀请 可以带着他们走向宇宙 就在他们犹豫不决时 通讯恢复了 小飞呼喊着他们 沙尘暴即将来袭 罗德和玛丽准备离开 但吉姆却决定留下 自从他的妻子去世后 地球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 不如跟随火星人离开 走向更辽阔的宇宙 眼看吉姆决心已定 两人不再劝阻 与朋友们告别后 吉姆毅然踏上了圆形区域 随着一道白光升起 将吉姆送至宇宙飞船内 水流从下至上淹没了吉姆 与此同时 罗德和玛丽也踏上了返回舱 就在他们准备出发时 吉姆突然发现 自己竟然能在水中自由呼吸 而外部的金属遗迹开始坍塌 一艘宇宙飞船缓缓升空 在三人的注视下 飞向了遥远的星河 也许这才是人类最终的归宿吧